电影行业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也就是1%的人拿着电影99%的投资,而另外99%的演员拿着部电影1%的投资。 这99%的演员就是群演,随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,需要的演员越来越多,特别是古装战争剧和科幻剧。 所以就产生了一群横飘,这群人每天在横电影视城到处流荡,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,拿着合适的片酬。 王宝强就是他们最好的前进目标,王宝强从群演开始做起,一步一步走向大明星,还有就是之前西游扶摸记里面和龙志祥一起出演的四位大妈演员,也瞬间火了起来,片酬达到十万千。 这些都是群演们的梦想,但是真正能出现这种概率的情况微乎其微,真实的横电群演生活挺艰苦的,基本上很难见到大明星的脸,这么多的人数也没有办法让导演记住你。 每天要带着厚厚的盔甲再去组演戏,一会演八路,一会演日军,一会演农民,一会演上兵,艺人分事多角。 但却只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,而且还经常被客口无处诉说,每次中场休息,大明星都可以到酒店去吃好的喝好的,群演们就只能坐在草地上,或者是外晒太阳吃冷饭。 很多人也因为受不了这样艰苦的条件生病了,但是他们成立以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,大部分都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演员梦。 由于这样的想法,横电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镇,但是却有三万群演的流动人口。 有人说,群演部分都是长得不好,得才去当群演。 其实现实并非如此,现在横电也有许多的笑话,这些笑话虽然长得不错,演技也还可以,能够给导演留下深刻的印象,但是由于现在横电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太多了,导演和明星们也审美极楼了,笑话在这里也很难生存。 片酱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,有的更是只有十元一个小时,这样的价格还不如去当一名服务员。 还有许多群演为了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和演出报酬,宁愿选择出演各种搬运工和躺视角色,这种没人演的角色,反而能让大家对它更有印象。 总之,大部分的横飘群演,都是辛苦而又看不到未来的。 网友们,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问题不吝点赞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